行動持續超過半個月,仍未見到解決跡象 大批反佔領人士及的士司機,下午去到金鐘佔領區 部分人用刀等利器,嘗試拆走路障,一度引發衝突 警方拘捕最少3個人 而警方早上在金鐘、中環、旺角多地點,移除部分的鐵馬及障礙物,重新開通7段路 而另一方面,特首梁振英重申,自己不會亦不需要辭職 先由黃曉瑩報道,金鐘、下午的衝突情況 幾十個戴口罩人士,大約1點半,一起衝出金鐘道 用鉗拆走中銀隊開的鐵馬閘 將一個個鐵馬拉走 警方制止 把其中一個人制服 又出動警棍戒備 又女警上前制止 同一時間,十幾輛的士由中環傘打花園方向駛入金鐘道 司機要求開路 洗到力保中心對出的金鐘道時 有人衝上前,扯走鐵馬陣上的雨傘 有人繼續用力氣拆鐵馬 同留守鐵馬陣的示威者發生衝突 衝突範圍不斷擴大 幾百名反對佔領的市民去到金鐘道 迫近佔中人士鐵馬陣防線 佔領人士扶著鐵馬 舉起雙手示意和平示威 警方嘗試捉起人牆,將他們分隔 又向反佔中人士舉起黃色警告牌 有人向警方投訴 你們正在黑鎖上怎麼做事 我不一定要你一刻抓人 你知道嗎? 你先看我多久 警方對峙大約一個小時 警方要求佔領人士開金鐘道行人路 讓反佔領人士離開 警方捉成人簾讓他們走 自發在網上看到你們參與這個活動 學生去民主爭取 我們都知道 作為市民 但不應該霸條路 作為一個籌碼 和政府去交 戴口罩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過 擦鐵馬正常 我也想去擦 差不多同一時間 在金鐘道另一邊 下角公園對開 有另一班 和佔領人士衝突 有貨車停在金鐘道上 示威者說人 將他們的障礙物搬上貨車 包圍貨車 最後警方互送之下 幾部車駛來現場 有線電視機就在黃希瑩部道 警方時候帶走了十幾個戴口罩的人上車 其中一個十四歲的男人欺負蒙頭 警方話下就在金鐘的衝突中 最少拘捕三個人 涉嫌普通襲擊 和藏有攻擊性武器 警方說會繼續採取行動 移除金鐘道和宜禍街的障礙 並且呼籲市民不要阻礙 和在金鐘道的陳耀宗談談 陳耀宗現場見不見到警員想清老障 我可以再換一把 你再換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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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鐘道近著太古廣場的這一段 其實現在暫時未見到 有任何一位警員在住守 甚至拆路障 其實早前 戰兵人士提出過一些條件 部分人提出 假如要重開金鐘道 要求政府重開 政總東易廣場 讓他們集會 不過政府拒絕了 就說那裏是正種的車的出入口和上學車處 就說假如有集會人士在那裏聚集的話 是會嚴重影響正種的日常運作 反建議那些佔領人士可以去維園的草坪 或者去天馬公園集會 不過那些佔領人士當然就不太接受 見到現在在金鐘道這個位置 見到一些新的路障出現了 警方早前拆過一些路障 但是現在佔領人士繼續搭一些新的路障 例如有些卡板、巴士站牌、水馬 甚至是一些竹枝放在這裏 架起了重重的鐵馬 現在見到一些佔領人士用一些索帶 或者一些鐵鏈嘗試鎖死它 防止警方稍後假如真的來拆鐵馬的時候 他們希望守得住這裏 其實警方早前記者會就說過 他們會繼續拆除金鐘道甚至宜禍街那邊的障礙物 希望可以重開電車路的東西 行車洩 給其他交通工具可以使用到 希望呼籲集會人士不要阻礙他們 否則會採取拘捕行動 警方早上分別在中環金鐘和旺角多個佔領區 是拆走部分障礙物 開通了最少七段道路 警方表明不是清場的 但在旺角的行動就被佔領人士阻止 雙方一度更遲 由吳指民和展晴峰綜合報導 朝早7點半 大批警察到中銀堆開紅綿路 拆走一排排血駕 行,行行行行 大家留意我們今天不是來清場的 我們只是拆除障礙物 阻礙路的障礙物 也拿回政府有關的工具或財物 電一邊最多示威者留守的金鐘下確到 幾十名示威者在前排手繞著手 攔著馬路和警方對峙 警員拆除障礙物 搬走示威者的帳篷 後面的示威者隨即把鐵馬、水馬 組成另一個鐵馬陣再封著路 很多人都睡著覺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過來看 但看了之後都沒有了 因為已經有很多警察在搬 都做不到什麼 他會切了一條防線 他說他會拿走他們的東西 你不會知道他會不會有進一步行動 在警察的防線對開 示威者就架起了一些帳篷 也帶了一些桌椅在這裡稍試休息 我們只是守不住在這裡 不是攻擊警察 同一時間 中環大會堂對出乾樂道中 同樣有警察和示威者對峙 警方不斷針援 警方不斷針援 大約九點半即時度 轉出乾樂道中 控翻車 有視電視記者指問報道 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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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六點 一批警員想將旺角道和彌敦道交界的路障拆走 百多個佔領人士由亞街路街趕來阻止 警員解釋 警員解釋 星期一是上班上學繁忙時間 希望開出旺角道其中一條行車線被車通過 佔領人士用木板和竹枝填補路障的缺口 警員並沒有阻止 佔領人士擾讓了大約一個小時後離開 集會人士堵塞旺角道的行車線之後 派出幾名軍裝警員在現場把守著 集會人士就回到彌敦道現場繼續留守 佔領人士批評警方的行動鬼畜 警方不用做得那麼鬼鬼畜畜 可以是出來我們大台這裡 我們都有人是通宵駐售的 開放通道不是不行 但我們最重要是有商有糧 至於警方昨晚移走廊坡方對出波蘭街的路障 再沒有被堵塞 車輛可以由波蘭街左轉入亞街路街 有線電視記者陷情封布良 警方表示移除部分路障之後 中環和灣仔有五個路段打通 包括一段德庫道中西行線 遮打道東行線 江落道中西行線和雪廠街 外丁堡廣場和儀和大廈對開 已恢復行車 告示打道西行線至軍器廠街一段 亦重開 但東行線介乎軍器廠街和分域街 仍然被堵塞 特首梁振英在廣州公開見傳媒 重申誤會亦都不需要辭職 又表明佔領行動不可以長此下去 要在可行的情況下回復社會秩序 聶佩林在廣州報道 一日前梁振英說自己下台都解決不了問題 一日後他重申誤會亦不用辭職 我不會辭職亦都不需要辭職 已經表明了自己這方面的心跡 無論誰做行政長官 我相信人大常委也不會做出一個 不符合基本法不符合之前的 人大常委決定的一個決定 來規定2017年香港普選的框架 所以這並不是一個人的問題 梁振英說施放催淚彈 是警方前線指揮官決定 叫停催淚彈他就說有參與整個形勢 究竟他何時介入何時不介入呢 警方的行動來講 不是特區或者任何一個地方的政府 他的行政首長下命令他怎樣做 無論是應付一些特發性的治安事件 牽涉的人數少 又或者是一類這樣的大型的群眾活動 牽涉的人數比較多 都是現場的 這個是常識來的 都是現場的最高負責人 由他們決定他們下一步怎樣做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一個常識的問題 他又說已經進入第16日的佔領行動 不可以長此下去 在可行的情況下 我們都希望能夠盡快讓社會各個方面回復正常 不只是因為社會上民怨的問題 現在這種狀況不能夠長此下去 這次是梁振英自10月3日以來首次公開見傳媒 他解釋工作很忙 漸中亦令到行政會議改地方 令他沒有了一件記者的機會 有線電視記者安妮佩林 在廣州報道